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时隔近两个月之久,肖战又一次的登上了热搜网 在没有任何前期宣发的情况之下 他带着自己的新歌回归了 虽然毫无准备,但是肖战的粉丝迅速的组织集结 在一天之内打破了国内数字专辑销量和销售额的记录 这一次我们不仅目睹了偶像和粉丝之间难舍难分的粘性关系 也不得不重新思考饭圈的游戏规则到底包含了什么 4月25号,对于肖战粉丝们来说 本来是北桃默然的生日 北桃默然是肖战在 哦我的皇帝陛下当中饰演的王爷一角的名字 肖战粉丝们会给肖战饰演过的每一个角色庆祝生日 从4月24号的晚上开始 粉丝们就开始发布了剪辑的清真视频 贺图和文字祝福 而25号零点 肖战发布微博 凡此过往铭记于心 感谢所有善意的批评和指正 成长在路上 配图是光点的专辑封面 同时他还把自己使用了三年半的微博头像 换成了这张图片 肖战又一次登上了微博实时热搜榜 五分钟之内 肖战的工作室 肖战全球后援会和肖战数据站等等多个微博号完成了转发 而这条微博的总转发数已超过100万 点赞数预700万 这是肖战复工的第一天 数据带给我们的直观感受 他依然手握流量 在偶像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着 从3月3号到4月25号 肖战一共发了三条微博 分别为4月4号的全国哀悼日的缅怀同胞 4月10号由绿洲APP链接分享的红眉图片 其参加了2020回乡遇见美丽中国大型网络传播行动 并现场红眉赞 以及今日所携兴取回归 而在同一时间 肖战的工作室则额外的进行了回应舆论 打击谣言和发布法律声明等等的工作 我们试图按时间走向来进行还原 说明在肖战复工前的这段时间 以及4月25号复工的这一天 肖战和他的工作团队 以及他的粉丝团都经历了什么 又有何行动呢 暴风雨之中 227事件发生至今 仍有不少粉丝 没有完全看透争执各方的矛盾点 也不愿发生 进入粉圈的粉丝们 在决定要追哪个粉丝站或者粉头 只在粉丝当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大粉之前 往往会习惯先在微博搜索栏 打出偶像的姓名 接着数条甚至是数十条 与这位偶像相关的内容 便会形目的展示出来 肖战全球后援会 肖战资源博 肖战数据战 肖战打榜投票组 和肖战的网宣组 都是拥有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的粉丝大战 而这些名字也基本上出现在了 每一个肖战粉的微博首页 与绝大多数的粉头一样 普通粉丝也会为追星而开辟全新的微博账号 俗称杨小浩 粉丝乐于追求欣赏偶像时不被外界打扰的感觉 亦或者是只想把交友范围缩小在相同的粉圈之内 但是在227事件发酵到爆发的那短短几天之内 切换微博账号就意味着进入到不同的世界 娇娇是因为电视剧陈情令而粉上肖战的粉丝 在他的描述当中 追星号上看到的呀 是后援会号召粉丝们入住温暖小窝的通告 但登陆个人号却已经能够不断的刷到 昔日同学和朋友们对其偶像的质疑 或者对连带自己在内的粉丝群体的骂骂 要说心里难受呀是一定有的 毕竟呢大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议论这件事情 我也看到有人开麦了 但我不会站队 娇娇这样的做法或许是性格使然 或许是他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这件事情 造成这样的局面的因素呢有很多 有人扯法律 有人扯自由 怎么可能聊到一起呢 3月1号肖战工作室发文致歉 文中说道 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复工快乐生活 平静而平安 粉丝战也紧随其后发表了类似的博文 包含歉意与祝福 之后便开启了从3月4号到21号 长达16天的停更 光感也是肖战的粉丝 他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散粉 可能除过有组织的肖战粉丝和因同仁文化而受到严重打击而群起的网友们 吓称227群体 大部分人呢无法在这件事情上有绝对先灵的立场 唱话里会号召躺平任潮不要说话 光感也认同这个做法 发声除了加重误解并没有起到其他的作用 所以他所做的只有在手机上默默的划过去 这就是我度过3月前20多天的状态 对了因为减少了看社交软件的时间 我还干掉了一篇论文呢 在光感看来最受伤的还是两批人 一批是理性的写作者 而另一批呢是理性的粉丝 他坚信事件的升级颇具讽子意味 因为过激行为往往是由群体当中不理智的人所做出的 而为之负责的却是群体当中理性的那一部分人 在偶像复工的今天 光感已经难掩激动 更喜欢了 是肖战粉丝如今普遍的心态 他第一时间将微信头像换成了新歌封面 但也仍然保持着一份理智 不管怎样都希望这两批人能够在这一场纷乱的事件当中 掌握话语权 成为理性声音发出来的渠道 漫长对峙期 肖战粉丝感到愤怒227群体更为愤怒 有部分肖战的粉丝认为 他们甚至可以相信227事件的初衷 但是不信任227事件的现在 在他们看来 这只是两种关于自由的概念分歧 本质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的肩上来进行讨论的 而一方认为同仁文学创作没有边界 分级制度的存在 使得作品和明星本人能够深层的切割 而另一方则是基于目前的状态 认为理想当中的同仁文学 与明星本人进行完全剥离的设想 是不能够成立的 我觉得二者都是有道理的 也体现出了这个时代之下 大家对自由不同的见解 观感是这样理解的 然而眼睛到现在 为了艺术作品的缘故而愤怒 因为愤怒而为艺术作品刷复分 这种生态是不可理喻的 在三月初发表之前文之后 不论是肖战的官方工作室 或者是在各大的粉丝站 都保持着极其缓慢的博文更新速度 三月五号淘宝38集活动开启 肖战代言上架了 粉丝无可控告的情绪以购买作为宣选 227群体则继续攻击肖战 在肖战工作室发布的之前微博当中 有15.2万人对此发表了怒的态度 而在其他打击造谣的博文之下 依旧可以看得出怒出现了2.2万次 推动同人文化创作平台遭受打击的导火索 需不需要负责呢 怀抱对肖战及其工作室的不满 这个问题也屡次的被提到台前 我不说话 我依然喜欢他 在淘宝三宝活动节的这一天 粉丝当中的不少人 是第一次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 一场小小的狂欢 正由内而来的打开 无声的信号 做工艺 助农 买代言 啃物料 在偶像没有工作的这一段时间 粉丝们没有陷着 他们一方坚定了自己等待的心 一方面跟随逐渐有起色的肖战团队 重启追星模式 3月21号 在肖战工作室的支持下 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正式开始运营 4月13号 肖战作为传唱人 在2020回乡遇见美丽中国 大型网络传播行动当中 现身红眉赞 影响最为广大的是公募项目的推行 将爱意凝聚成公益的力量 是所有粉丝站统一的微博转发宣传语 林全界菜丝 石台西茶 兰州百合等等 都是工艺助农内的产品 还有不少的粉丝也参与了 后援会发起的兰州百合创意大赛 在社交媒体上的贡献着宝贵的流量 粉丝感到欣慰 心中充满希望 晶晶曾经是伯军一萧粉 王一博与萧战的CP粉 但他最近是格外的关注萧战的动态 同时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乐天派 以偶像歌手团体成员出道的肖战 在为他缺了大批粉丝的电影时局方向呀 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能够体现演技的机会来挽回口碑的 我其实悲观的看好肖战的前途 肖战多次被送上热搜 看起来形势大好 但大多是粉丝空评 他离真正可以出现在大众视野 还有一长段路要走 光点第一天 光点的上线 粉丝们并不知情 也完全没有预料到 这首单曲事前没有任何的宣传或预感 而按照惯例 如果说流量偶像提前公布了自己发布专辑的日期 粉丝们会进行集资 以提高购买量 后援会和数据组也会策划好相应的打榜方案 而这一次肖战粉丝们显然毫无准备 首先是买 光点的销量在开卖的时候增长的确很快 但是并不比上其他销量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卖的速度 很多粉丝直接在微博上面表示出自己对同单的不满 肖战超话里全是朴实的愤怒和催销量的帖子 凌晨4点的时候 购买200张以上专辑的粉丝数有3000多人 粉丝们依旧相当不满意 然后是组织 各个站子很快的就把粉丝们组织起来了 10分钟内肖战数据站发布了在三个音乐平台的购入和加入工会的教程 加入工会在卖出数据专辑的过程里是很重要的 因为粉丝们要确保音乐平台按购买销量显示的工会排行榜上的前几名 是自家有影响力的粉丝组织 榜单刚刚开放的时候 前几名还是各式各样的购买数量较多的粉丝的ID 十几分钟之后 肖战全球后援会顺利升到第一名 CP粉们也有组织 榜单的第二名是博军一销的CP粉的工会保险杠 保险杠和博销个缩写相同 是CP粉们为了不招摇想出来的名字 很快粉丝们统一出了一套打鸡血的话术 经过史诗级的虐粉就要给出史诗级的销量 他们把227事件以来的种种不友好的遭遇概括为虐粉 而史诗是QQ音乐对专辑销量进行认证的时候最高级的形容词 肖战粉丝们还开始做一件之前几乎没有哪家粉丝做过的事情 控难听广场 即控制在微博上搜索难听一词之后出现的内容 粉丝们发微博的模板有以下几种 肖战的新歌光点太好听了 我自己跟着唱就好难听 他好厉害 今天听了不少难听的声音 但是肖战的新歌光点是真的也太好听了吧 这样即使想在微博上搜索肖战难听或者光点难听 也只能搜索到粉丝发表的内容 从早晨开始肖战粉丝们进行了大量的播期活动 就是当活动发起人发出微博之后 若按要求购买专辑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标准 发起人在自己多购入一批专辑作为奖励 而播期金额呢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16点24分光点售出了1666.67万张 单平台销售额突破了5000万 而且获得了QQ音乐最高的等级认证 电堂史诗唱片创造新记录 肖战粉丝的目标不止如此 他们真正的目标啊非常明确和简单 就是破记录 此前国内的数字专辑销售额记录属于蔡徐坤 于2019年7月26号发行的Young 总销量呢为6640万元 销量记录呢则属于 华晨宇于2019年12月4号发行的 《好想爱这个世界》呀 该专辑在网易云音乐上面 卖出的是超过了2131万张 而这张销量同时也是销售额的第二名 肖战数据站每一小时更新销量 销售额和排名数据 截至到晚上的9点 光点卖出了2147万3488张 排名在第一 晚上10点销售额为 6724万6008块钱 排名第一 尽管站字没有标出前面的对手和他们的成绩 但所有的粉丝看起来都心知肚明啊 因为大家都在主动的去关心这件事情 他们的愿望是 在4月25号的当天 销售额能够突破7000万 肖战粉丝的力量依旧强大 你很难断定过去两个月的事件 对他的未来有何种的影响 肖战打头组 也就是为偶像打榜投票的小组 前程员JC在最后对我们说 在227事件逐渐平息乐的今天 肖战粉丝终于开始专注自家了 如果一开始就这样的话 可能对他的影响会小很多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